中午練習 當然先切到中午練習 其實裡面需要你做的就是 請你產生 一個年曆 那產生年曆的部分就是 各位應該可以理解了 1月 一直到12月 當然我們不是要逐一逐一的每個月逐一做 當然最好是 自動化的程度越高越好 最好當然你旁邊按個按鈕全部一整年全部都做完 而且甚至把禮拜六禮拜天用不同顏色幫你標註 或者是甚至還有同學是 以後自動就幫你 在中間插入一個空白列 因為空白列底下你還可以加形式力 對不對那這樣的話 就可以很完整的你要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那 好像插入空白列我們之前有提到對不對所以你可以 假如你要每一列每一列自動產生那個空白列的話 那你就用一個物件叫Rose Rose裡面有個方法 如果刪除就delete 如果要新增就insert ok 那如果你要insert 或者delete 我是建議倒過來 所以回圈要反向回圈 在上 上禮拜才講的 所以你當然這些東西呢 如果你懂得應用 你就可以你的自動化程度當然越高 那其實未來我覺得 現在 比較熱門的當然就是大數據 物聯網跟工業4.0 那其實當然 延伸性的其實主要就是你的自動化程度 當然也要相對越高 相對的就是 他不斷不斷會有很多的sensor 所有東西都會上網 所有東西都可以偵測取得資料 所以資料量會越來越龐大 那相對的他也會希望上雲端 然後可以做後續自動化處理 所以呢 資料量多之後呢 你就不可能用人工 去處理這麼多這麼多的資料 去分析一個結果 預測說呢 比如哪個東西一定會賣 你不能說你用以前的經驗 以前經驗可能 一個老鳥兩成可能要10年20年才有可能 他會很準確知道說哪一個商品會賣得比較好 但是如果你一個 菜鳥好了你怎麼會知道 那菜鳥如果懂得大數據的應用的話 他可以很快分析出比老鳥還要更厲害的一個 預測那個東西一定會賣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大數據 的那個分析能力 OK 當然你說VBA能不能直接處理這些大數據的 相關的議題 其實我覺得啦 你不論說哪一種工具 其實前提就是你要 懂得用這個工具 去達到你的某個目的 而不是說你大數據只能用哪一個工具才能 晚上現在比較夯的可能用R 可能用什麼Python 那 其實你說用VBA可不可以 那可以啊 主要是要你要解決某一個問題 而不是說你大數據一定就等於只能用什麼方法才能完成 好那你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怎麼樣把年曆做出來 那當然第一個你可能遇到 第一個問題說 這邊的話 有一個 一般當然我們標準的那個 那個 年 年一定是 日期格式一定是年月日 那年月日一定會有一個就是 西元年 那可是如果今天呢 把它打勾之後我希望看到的格式類似像 這個中華民國 然後另外呢把斜線改成點 然後呢如果 月份的話呢補一個零 好 然後日的話呢也是補一個零 如果是各位數的 如果兩位數就不補零了 後面的話呢如果還要週幾的話 那這個格式要變成 這個原來預設格式要變這樣的話 那該怎麼做 這個我想 他其實外觀也只是一個格格式 這個格式怎麼做呢 那首先當然我們切到today好了 其實 這個 日期時間函數最重要的就是解決 第一個你要了解 日期格式有什麼特 特別的地方 他跟其他格式比如說字串 比如說數字 有什麼不一樣 OK 然後再來就說呢 可能最常遇到的問題 說 我要如何去計算的 比如說年月日 我要算出精確的年月日 那該怎麼 怎麼去做 會是比較簡單的方法 所以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today 請各位切到today 那比如說today好了 那很簡單 顧名思義嘛 今天日期的話 那你用插入函數 你可以用什麼呢 這個日期時間裡面 當然這邊我們找到today T開頭的 today 不過其實要取得 今天的日期 除了today之外 可以用now 那其實today跟now 基本上 以這邊來看 結果會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差別在哪裡呢 當然你可以試一下 其實這邊有沒有出現 如果你這邊底下 today再加一個now好了 你會發現 結果 應該會是什麼 一模一樣 有沒有發現 那為什麼不一樣呢 其實你可以按右鍵 出現格式裡面 你可以把它改成 這個時間 裡面的話有 比如說年月日加 10分 10分就好 沒有秒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today的話呢 他的後面時間 還是12點鐘 可是呢 如果是now的話呢 他會取得你 現在的幾點幾分 那因為我們這沒有秒了 所以差異大概就這樣 所以 如果未來 你不需要時間的話 你用today 如果你需要時間 那你用now就可以了 他基本上會抓的是 你現在這台電腦 的時間 所以如果你這台電腦的時間 假如壞掉了 像 會有壞掉的情況應該是 像這種電腦 我們這種大大的電腦 大部分都是那個裡面有一個 鈕扣電池 有沒有 如果你一開機發現奇怪日期一直錯誤 那你只要 把這個殼打開 找到那個鈕扣電池 在一個一字起直吧 把它搬開去外面買一個一模一樣的 把它放上去就好 那個鈕扣電池 外面應該有賣吧 這樣你就可以解決一個問題了 我想應該一般人 不太會自己動手 OK 不過我覺得 沒有什麼 我很喜歡解決問題 所以只要看到裡面是一個盒子 我喜歡把它打開 因為為什麼如果壞掉我自己會修理 其實 這部分我倒還蠻像個工具人的 家裡的東西 都習慣會自己動手做 像這個也是一樣 城市的部分也是一樣 就喜歡找問題 OK 好那 再來的話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格式改成像這樣子 我剛剛講過了 民國年 不過全世界只有台灣 其他地方 還有之前有同學問過一個問題說 他的電腦為什麼找不到中華民國力 後來我問他說那你的版本是不是英文版 他說對 因為上面都英文的 英文版裡面絕對不會有中華民國力 為什麼 因為 只有繁體中文 全世界也只有 台灣這個地區 可能 像香港他們也是繁體中文 不過應該也沒有中華民國力 因為 他們用的也不是跟我們一樣 OK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改成中華民國力的話 你按右鍵出現在格式 那要怎麼改呢 基本上你要先第一個找到那個日期裡面 請你把它切到中華民國力 那其實這個是一個外掛 到台灣繁體中文化的時候呢 加一個外掛 幫忙轉換 那個規則其實也很簡單嘛 反正就1911年 加個1911就好了嘛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找一個比較接近的 可能這個吧 90 斜線 那將來當然不一樣的地方有幾個 1 斜線改成點 2 月份呢 改成兩位數 日的話也改兩位數 後面瓜糊加一個週極 OK 那怎麼做 基本上呢 我們如果要改某個格式 你可以先找一個接近的 再按下 制定 制定之後各位可以看到有一些東西就是關鍵 其實 有些格式 沒有沒關係 你可以自己定義出來 所以這個會有個制定 就是你可以自己動手去改 改哪裡呢 其實很簡單 顧名之一 斜線請你改成點 那請看一下上面 有沒有 那M的話呢 就是各位數 如果你要兩位數的話 很簡單 就怎麼樣呢 補一個M就好了 MM 後面的話呢 就是什麼 斜線改成點 改成滴滴 你有沒有發現 零四出來了 不過18本來他就是各位 兩位數所以沒有補零 那再來就是後面的話呢 瓜糊 要週極 那週極的話其實很簡單 你就補三個A 有沒有發現週二 今天週二 那如果你補 補四個A會怎麼樣呢 星期幾 有沒有 星期二 OK 那這樣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格式就改出來了 那不過可能大家會比較confuse 就是星期幾這個東西 為什麼出來 其實很簡單啦 你如果不知道 沒關係啊 你可以載到那個日期裡面 找一下週極或星期期 之後怎麼樣呢 切到自訂 自訂 自訂裡面不是有一個 AAA嗎 分號前面跟中關後後面嗎 那不就是 AAA嗎 你就把這個東西怎麼樣 放到那個裡面不就好了 所以其實 在這個格式裡面有很多的 可能你不知道的東西 你反正不知道 沒關係 切到自訂 看一下他的格式 你再把好幾個格式 拼湊在一起 就會符合你要的結果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可以運用這個裡面的相關的東西 去做設定 有些可能比較少用 但你可以怎麼樣 像後幣 符號 NTDoll 你可以切過來 也可以自己再去修改 OK 相關格式 然後還有 會計 專用的 或者是日期 剛剛講的 百分比 等等的 你可以切到 上面都會有一個 怎麼去做的方法 你可以再去做參考 底下當然還有其他更多 這麼多東西 格式裡面 那另外 可能他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格式其實跟 這個格式做完 只有表面上看到 的格式 它裡面存在的 還沒有改變 只有外觀改 但未來如果說你要除了外觀改 裡面的資料也改的話 其實就是要配合那個 內部有一個 函數有沒有 前面有用過 叫TES 其實那個TES 跟這個 是有關聯的 前面我們還有一個地方用什麼 000對不對 那其實 000就是 三 三碼嘛 對不對 那 如果你在這邊設定 它是變三碼 可是如果你將來呢 你要把那個 你裡面 儲存格裡面的資料真正改為 三碼的話 一個文字 那你可以用TES函數 它是真的轉 它不是表面 它是真的轉 所以這兩指之間就TES函數跟這個 一個是表面的 一個是真的轉 OK 所以這個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我們第一個先把這個格式做出來 再來的話呢 這個 奧運呢 也也許我們這個奧運已經過了 我們改20好了 然後呢 哪一天呢 比如說奧運的那一天 在這邊輸入 可能 2020年的 8月16 好了 是這一天 那這一次 在東京 舉辦 所以距離 還有 應該 2017 2020 所以還有 大概有三年多的時間 OK 那當然我知道三年多 可是問題 有幾天呢 比如說呢 這一天 跟today 或者跟now 如果你要去做 計算的話 到底相差幾天呢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跟各位講一下這個日期的裡面呢 其實 他跟 數字啊跟文字有什麼不一樣 你有個方法 目前看到他這個格式 年月日 其實他是三個資料 那利用外面一個Date Date 就是把它格式化 那可是實際上他存在 電腦裡面的其實他是一個數字 而且是一個整數 如果是整數的話呢 是不包括 時間 如果你包括 那個小數點的話 那就是包括時間 也就是說呢 一天24小時 這個24小時 一個小時就是用 用那個 1 一天嘛 就除以24 等分之後呢 就是每 24分之一啊 就是一個小時 那小數 因為有小數點 所以 等於是利用這樣的方式來決定 日期跟時間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把它改成通用格式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這邊是一個什麼數字 而且是 44,059 那今天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改通用好了 假如我把它改回 4200 42843 那其實你只要把這個數字 減這個數字 就是倒數的天數 OK 那你會想說那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 基本上呢這個數字 根據官方的說法 他是 跟1900年的 1月1號 相比較之後 相差的天數 OK 所以基本上他是以1900當一個基準嘛 所以越未來的時間當然這個數字越大 OK 所以基本上 數字只會越增加了 不過理論上這個數字現在已經 距離1900年的1月1號 4萬多天 那可是 你即便在100 100年好了 其實這個天 這個天數加起來 總total 也不會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一個數字 因為一年 就365了 然後 10年的話呢 其實就3650嘛 那即便100年好了 也是3萬多而已啊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呢 大概有個概念 就是 在Excel裡面呢 其實日期也是一個數字 只是說呢 他是透過什麼 透過格式 去讓你看起來 以為他是 一個日期 OK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很簡單一個方法 如果算 天數是最簡單的 等於什麼呢 等於未來的日期 減掉 過去的日期 打勾之後的話呢 那就會是 倒數的天數 不過可能減完之後他有可能會 格式 假如他 減完之後 因為你日期減日期他有可能返還會是一個 一個日期啦 那沒關係你就再把這個格式改為通用就可以了 他就會自動告訴你說 1216天 其實 背後運行的是跟1900年1月1號 當成基準嘛 相差的 有沒有兩個日期相差的日期就算出來 所以基本上 你在那個日期裡面算天數是最簡單的 你可以不用像一些什麼Dedif函數或其他函數 你直接用 減的就好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要算月份是最麻煩的 為什麼因為月份 有 31天 30天 29 28 這麼多 所以算月是最麻煩的 那 算年還好 為什麼算365 一年一定是365天 不會多也不會少 所以如果你要求整數的話 把它除完之後 取整數部分就知道 他 如果他沒有滿 那就一定是多少年 那應該沒問題 所以基本上 算 那個日期的話 最麻煩還是月份 所以月份裡面 他會有一個叫Eday函數 Eday函數的話 基本上就是讓你 去算那個月份的前後 或者是多一個月 少一個月他會用Eday函數幫我們去算 那再來等一下我們來看Dedif 這個Dedif 他主要用途就是可以讓你算 那個年月日 還有 後面還有很多 什麼呢 忽略年之後的月 忽略年之後的日 忽略年月之後的日 那這幾個參數有沒有 YMD應該知道 求年求月求日 這個這個後面三個比較麻煩 那這三個主要用途 其實可以跟這個做連結 比如說這個人 出生到今天為止 他幾歲了 然後又幾個月 幾天 那當然如果你要用你 傳統的方法來算這個問題的話 一定非常頭痛 可是如果你用Dedif的話 那這個問題就很好解決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稍微了解一下 待會我們這個年曆 最好你可以一鍵完成 如果不行我們還是用函數 然後裡面可能會先需要了解一個格式這個格式 所以你把這個日期格式化成這樣子 另外 算一下倒數 待會我們來看 Dedif函數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日期部分 我想 只要你有概念 以後要解決那個日期 相關的問題 就會變簡單了 因為以前我發現很多人對於那個日期格式 還 不是那麼 容易理解 所以會 容易就是 算出來日期不正確 有一個月的目的 所以我們會永遠 記住 不熟悉 提供 谢谢观看